很奇怪,我明明地介绍的是纽约是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,很少,因为就是纽约是很大的一个地方 就是纽约到着急的,就是从各方面的地域啊 然后带来他们的川普,带来他们的文化,是鸳鸟 所以也会变成一种,就让大家喜欢纽约的纽约是纽约是什么地方 或者这些地方到底是一种,什么样的事情像是,什么样的地方是最好啊 那我们在目前之前,一个话题也只有是,每人哪儿比较少 我们哪儿比较少,我们哪儿比较少,这些社会居然会来,我们哪儿都比较少 所以可能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市,有各种各样的声音,各种各种各样的缺席和兴趣 但是,我们都在一起,就能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生活得非常开心 我相信,可能是不完整的,就像是说印度人,或者说是华人,或者说是 各种各样的人会去到这些城市,你们都能够找到这些城市,是你们自己的历史,也会自己感到自在的地方 这些城市也挺有大家的一件事,常常起传,有越常起传 我觉得,这一番吧,就是,其实,我觉得,这一番,就是,我觉得,这一番,就是,我觉得,这一番的价值是在于小王还是宝王 那价值是在于它们历史的那个价值的那个价值的 当然,那些的那个,是我们太子,是挺难吃的 所以那种,那种,那种,那种啊 有一个很小的观察,有那个林泽雪的那个